總補塞將臺灣鯛魚片切好後放入鍋鍋裏 再參加三種的鯛魚片後 讓魚肉可以來吃味 還可以讓肉質驚慘 其中一項鯛魚片就是臺鹽公司跟臺藤中用酒店 來合作減過的鹽渠 這麼好的養生食材 鹽渠能夠入味到大家熟知的 在臺藤這邊中餐非常有名的臺藤昌榕酒店的中餐料理 我想是大家的榮幸 也是大家的口福 這款用著臺灣鹽加進到日本的比較困 所來進化出鹽渠幾乎的健康無負擔的這個油店 這個要用釣味可以每鯛魚很好的效果 無關什麼料理 參加鹽渠料 會當中臺藤在一位鹹甜鹹味我們表現出來 做出了這個鹽渠的產品 那當然臺藤昌榕酒店很有興趣 我們當然想要來試一試這個新的調味料 魔法調味料 這個東西在日本江戶時代就有了 而且對於食物的美味 鹹甜 更可以帶出它特殊的鹹甜鹹甜 這個鹹甜這兩個字 剛好是現在年輕人最喜歡的味道 大概花了快半年的時間 跟臺藤這邊在談合作 在研發這些測色料理的部分 那希望說我們利用了鹽渠 帶出食物的美味 也讓大家在享受美味之外呢 更有健康 其實我台藤中用酒店和台鹹公司 古板的鹽渠的這個發表會 當然也電視料飯店總部才利用鹽渠 來鹽渠來鹽渠烤菜色 不管是炒的 很烤的甚至是炒飯 我們可以讓鹽渠有發揮空間 甚至和巧克力來加鹽渠 它有加速軟化的作用 除了提味可以加速它的軟化 所以說家庭主婦這樣拌一拌 大概5分鐘至10分鐘 你就可以入烤箱 因為 在本來的鹽渠正式發表 帶糖丟用酒店 也提出的鹽渠美食節 在飯店的這個長遠中餐廳 這幾起到八月底 我們在這個鹽渠入菜這個下的菜色 我們聽新聞等一聲 大人採訪報道